不想这一回想 就会让人大吃一惊 如果真的那月三十来临了 我们有没有警觉到 那个时候怎么办 光阴过得很快 一年很快的也过去了 那么今天是出席 在佛门里面 让人突然感动 那月三十 这个话头 在佛门的意思 那月三十 就是一个人 在这个世间最后的一天 叫做那月三十 为什么以后没有了 让我们回想 过去许多的岁月 倒是毫无所得 毛病 习气 依然没有减少 不想这一回想 就会让人大吃一惊 如果真的 那月三十来临了 我们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警觉到 那个时候 怎么办 每一天晚上 每一天晚上 我们的晚阔 都念警中计 事日已过 命以随减 祖师大德 给我们制定的功课 让我们每一天 念这一句 警惕自己 那我们今天 这一年 已经过去了 使命如何呢 所以人生在世 早年讲经 我也常常提到 一个人 在一生当中 只有一桩事情 他最精进 一分一秒 他不肯停留 那么精进 精进什么事情呢 精进入坟墓 人从生下来 一天一天 接近坟墓 这是真话了 谁肯停一秒钟 如果把这一桩事情 换作修道 修道也像这么精进 那可以说 没有一个人不成就 过去的 已经过去了 古人说 来之可追 最重要的 是我们 在这个心碎的开始 我们为父弟子 总要警惕 总要知道 正做起来 那我们想到 受随经里面 所说的 受随经就是 过年 佛当年在世 也讲过 世尊当年 在新年的时候 集合大众 四众同修 聚集在一起 我们中国人家 辞碎 百年 佛也不例外 但是 佛在辞碎的时候 给大家在一起 公开检讨 自己的故事 不说别人故事 这是佛了 做样子 给我们看 佛说 佛今 佛今 佛受心碎 这是经文上的话 佛 佛过去 佛众生乎 佛众人乎 又 佛不犯 生口义 那 受随经里头 有这几句话 佛自己说 第一句话 第一次 今天 遇到 新年了 想想 我 对大众 对一切众生 我有没有过失 我有没有 犯 生口义 什么 十三夜 生三 口四 义三 我有没有犯 生 啥 道 饮 口 望于 念识 其余 我口 亦 贪 臣 痴 天天 解讨 天天 反省 这是佛 不是普通人 让我们想到 本思 释迦牧 尼佛 对于 光阴的警惕 得意的精进 尚且入实 那我们自己想想 自己是生死 凡夫 前途 一团 黑气 还能放音 还能够懈怠 还能够懈怠吗 清平 那月三十 来临 受梦 就乱了 那个时候 迟了 来不及了 必须成我们身体 还健康 还健康 头脑 还清楚的时候 还是要 认真地 忏悔 彻底 改过 自信 说 佛 多少 要像几分 佛的样子 这个才是 真正的 聪明人 这个佛 过年的时候 给我们做的榜样 红法 护法 在现前这个时代 比什么都重要 洪护 都要有德行 要有学问 没有德行 没有真地学问 既不能红 也不能护 尤其是护法 正法 能不能注实 慧命 能不能延续 这个使命 是在 护法的身上 所以 佛陀 灭度的知情 把护法 这个死刑 为特格 过往 大臣 张哲 居死 为什么呢 这是教育事业 办教育的 是这些人 这就护法了 出家人 是教育员 你们想想一个学校 是教员重要 还是校长重要 校长 他主要的干部 管教育的 管殉道的 管总务的 叫刚临之死 他们是大护法了 佛法的薪水 存亡 在他们属上 出家人认真修行 培养自己的德行学问 是教育 你修得很好 学得很好 这些护法了 聘请你 来教学 聘请你在学校里面 来当教员 红法了 这个要知道 所以 红法的人 对护法 要尊重 他是我们的校长 他是我们的领导 没有他 佛法不能存在 这个一定要知道 所以 早年头 佛法刚刚传到中国来的 这些佛法 都是佛菩萨 才来的 不是凡夫 甚至于包括 道场里面的义工 都是佛菩萨 在来的 我们在 传记里面看到的 过秦司的 过秦寺的 义工 对方里面 对方里面充迷的 到后来身份 佛菩萨 佛菩萨 汉山时的 是文殊 普贤 菩萨 化身来的 风干 火上 是阿弥陀佛 化身来的 文殊 普贤 阿弥陀佛 在道场 做义工 修苦行 道场里面 这些亲众 没有把他们 看在眼里 轻视他们 瞧不起他们 传记里面 记载这个故事 是当时 一位新道任的 赐死 这是地方的 领导 他母亲生病 病得很严重 风干 自己推荐自己 说他可以 给他母亲治病 这位赐死 也是虔诚的佛教徒 所以就请他 果然 把他母亲治好了 他就问他 法司 你住在什么地方 他说 我住在 郭勤寺 他说 你山上 有没有神人 那谁啊 文殊 附险 这还在两个上 文殊 附险在山上 但是我怎么也 见他了 你去找 寒山 那就是 身份是这么破路的 风干走了之后 再找不到他 他们两个到 郭勤寺就打听这两个人 这两个人大家都知道 风风电电的 在厨房打杂的 怎么四四来的时候 找他了 都觉得奇怪 没有一个人知道 只有四四小的 他们两个是 文殊普贤 见了面了 他两个人也不理他 就往外跑 大声喊道 梅桃饶舌 大家才晓得 风干是阿弥陀佛 这就 梅桃阿弥陀佛多次 把我身份破路了 两个人跑到山上 看到山呢 裂开了 他们走到风 缝里面去了 再就不见了 山上这些人才晓得 阿弥陀佛 文殊普贤 在厨房里打工 怎么可以轻慢 我们今天厨房打工 说不定就有 佛菩萨在里头 我们肉眼反复 不认识 人家硬化在这个世界 护持正法了 不普洛身份 你看看 身份也破路了 这人再找不到了 这是真的 不是假的 自己说什么菩萨在来 什么佛在来 舍离不走 这是假的 这不是真的 所以 众生有灾难了 佛菩萨大慈大悲 他怎么会不救 用什么样的身份注释 我们不知道 所以在道场修行 一定要知道 道场龙石混杂 有圣人有反复 我们不认识 不认识怎么办 最好是平等共进 离尽祝福 赞叹如来 这就对了 那么再想想 佛菩萨实现的用意 我想也应该如实 硬化在道场 硬化在社会 硬化在这个世界 多了 所以修行人 要有高度的紧确心 学谦卑 学尊重别人 我们心目当中 把别人看作真佛 真菩萨 那他是不是真的呢 他就是真的 为什么 一切发送信向神 金论上唱讲 自信 弥陀 唯心 净土 心尽 则过途 净 净土在哪里 净土是我的 清净心 变现出来的 祝福菩萨 是我自信 信言显出来的 哪里是假的呢 一个人 不相信自己 什么都是假的 没有一样是真的 他没有自信心 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的心得 确确实实实 如来智慧得相 一切众生 故故居住 虚空发界 森罗万象 是心心是变 这个叫自信 我看到这个人 不顺眼 他像魔 像鬼 是不是真的 是真的 那个魔跟鬼 他只是自己 心里变现出来 外头没有 大臣教理 参数 心外无法 法外无限 是你自己变的 你看到这个人是佛 那个人是菩萨 也是你自己 心里都变现的 你想想 我们变现的佛 菩萨好 还是变现妖魔鬼怪好呢 我们有没有能力 把妖魔鬼怪 都变成佛菩萨 有啊 只要你一念 清净心就行了 念头一转 妖魔鬼怪 都成了 佛菩萨 娑婆 会图 马上就成为 极乐进度 那有一些形象 不是真的 从心下 心善 念善 没有一样 不是 所以 红发 虎发 都要从自己的 心形 做起 阿 你 头 封 阿 尼 头 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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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